我觉得每个女孩都想被照顾 被关怀 可是我跟她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了 付出的最多的反而是我 我真的是心挺累的 她总共觉得我不成熟 可是男人只有对她喜欢的这时候才会显得优质啊 她这都不懂吗 她那是不成熟吗 那简直是生活不能自理 我觉得我现在就跟她妈一样 有操不完的心 她说的太夸张了 怎么就不能生我自理了 那我这二十年都拜佛了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 现在我还得去照顾另一个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王二十一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陈二十三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健身教练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你好 一个河北一个黑龙江 你们的生活是在哪儿交集起来的 其实我俩的就是认识是什么缘分的 缘分啊 就是年轻人现在不都爱玩微博吗 有一个特别搞笑的视频 人都觉得不搞笑 其实好冷啊 然后我觉得特别搞笑 我评论了个哈哈哈哈 然后他回复我了 他说我也觉得特别搞笑 然后后来就是后来聊着聊挺好的 加了个微信 你们俩是因为看了一条视频 哈哈哈哈 哈在一起的 后来呢 聊着聊着发现就挺对口的 然后就在一起了 挺对口 就是挺合适的 合适啊 在一个城市吗当时 不在我在哈尔滨 那你在哪儿啊 我在唐山 那你们俩那么远 咋在一起的呢 一开始是三个月的网恋 然后后来之后感觉挺好的 然后在圣诞节的时候 然后见了一次 嗯 在哪儿见的 在哈尔滨 你去了哈尔滨 对 感觉挺好的 然后后来我就飞过来找他 来这边发展了 你就到唐山了 嗯 等于为了一份爱情 奔走到了唐山是吧 怎么样啊 一开始就是特别好 他跟我造梦 造梦 他就是跟我说 咱俩以后在一起 我会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虽然现在上学了 我给不了女神嘛 但是以后肯定会 咱俩会很好很好的 我当时女生 其实都特别单纯 被骗了 来了之后我发现 他就是特别爱玩游戏 然后天天除了玩游戏 吃喝玩乐 感觉就是看不到未来 就是每个女生 都想找一个像父亲一样 照顾自己的一个人 而现在我跟他在一起 有一种 他是我儿子的感觉 我天天都得照顾他 别把自己说老了 还很年轻啊 这二十三岁嘛 别当妈太高级了 觉得心特别累 真这么小啊 也是由于在喜欢的人面前 才会小心子一点嘛 因为我都是 显得优质一点跟他 总想被照顾那种感觉 其实你没有那么幼稚 是吧 对对对 他都做了哪些事 你觉得幼稚啊 他平时就是玩玩游戏 其实我也不说了什么 因为他现在上学 我并没有指望他 挣多少钱或者怎么样 然后后来不知道 最近抽哪门的风 看直播 看直播我也觉得没什么 你说现在年轻人看直播 不很正常吗 对对对 然后有一天我回家之后 我发现就是那个 屏幕里头说 谢谢谁谁谁 给我送的礼物 我说这不他名吗 然后我就过去看 他给主播刷礼物呢 刷了哈 对刷了 这个事都是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说他平时上班 都是特别忙 忙完了也没时间理我 那我平时问他吃饭 或者说我去把他送饭上来 他都特别不耐饭 然后我感觉自己特别空 没有安全感 正在玩平台呢 然后正好看着一个女主播 我说什么他都会替我解答 就属于那种缓解压力了 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给你缓解的什么呀 我听听 我就是说我和我对象 就是他在战争坊上班 我都不明白 他为啥都懂不耐饭 我说媳妇我给你送个饭吧 他说不用了 你别饭了行不行 网上那个女主播 他的解答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咱们双方都可以体谅 因为你女朋友不容易 在战争坊上班 他肯定是有受委屈的时候 但是因为我都是胆访面的 我他不小还是行性吗 都跟他在一块写幼稚 我都不想那么多 想刷礼物 对 没有报答他的方法呀 我只能说他一个干主播的 我只能把他刷点礼物 这个钱是谁的钱 钱是父母给的 刷的很多吗 不多 断断续续的一万多点 一万多点 一万多点是吧 不多 多久啊 差不多一个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哎呀 你说他有这么多钱 他给我刷了 我俩个有这么多毛的吗 平时给我买个什么都行 对呀 那个女主播长得还没我好看呢 干嘛看别的女的不看我呀 因为就是平时 我这个人都是说 特别没有安全感 跟他在一起 我总想都是说 被他照顾 但是说他总凶我 放我的样子 女主播不凶你对吧 对 你乐的呀 听见没有 以后别凶人家了啊 什么事都得我看着他 管着他 前一阵 这不是没管住吗 自己弄个按摩椅回来 然后我今天下班特别累 我本来就是早上十点上班 然后晚上十点下班 肯定他给你买的 让你按摩呗 不是那么回事呢 我感觉 别人都是男朋友接送 我晚上自己打车 其实也挺害怕的 然后我拎着他 爱吃东西进门了 没给我开门 躺着按摩椅上 四样八叉 两个二种戏呢 不是这个 你挺会享受啊 当时因为路过一家 那个按摩店 他那块都是说 正在打这儿 我现在也不贵 正好打这儿呢 我那我买一个 多少钱 七千多点 七千多点 然后我现在晚上 给他了个惊喜 然后他没回来的时候 我这不信的 你先来一下 对 冷着也冷着 我先躺着一下 你看人家也不是 给你买的吗 他就是找借口 他平时借口特别多 你说我什么时候 用过这晚上 十次有九次都是他用 不不 你现在用上了吗 用了一次 让我吃一把 红火让我用了一把 我感觉根本就用不着 那都是老年人用的东西 他才多大呀 就享受老年人的生活 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好 我真是说 想买回来 让他享受一下 舒服吗 舒服 天天躺呢 现在就是没上班 然后也不上学 天天在家享受 一个少爷的生活 这钱反正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但是他一部分支出 都是他父母给他 然后有的时候不够了 我再给他添一点 行吧 我大老板从哈尔滨飞过来 我也刚毕业没多久 我想让生活变得更好 健身教练 我之前也不是 学这行专业的 我也是就是为了 想让生活更好 然后我就想找一份工作 他倒好在家享受上了 那他在家做事吗 照顾你吗 能把他自己照顾好 都不错了 今天就是像一个 没长大的儿童 早起来 我得把饭给他做好 上班之前把饭做好 你做饭 做好了放在那 愿意吃了吃两口 不愿意吃了去外边吃 然后早上牙刷牙膏 给他寄 我感觉这个是我惯的 就是寄好牙膏放在上面 洗澡的时候 我说那个你洗个澡吧 自己求着呢 那我今天刷牙了 你亲我一口 再不就那个 我今天洗澡了 今天我少刷个碗 跟我讲要求 真的 真的 然后下雨打雷的时候 特别害怕 我怕怕的钻回来 这个也是可以解释的 是是是 因为这个 他平时对我 害怕我觉得没什么 您刷牙也要奖励 因为平时不刷牙 不是 因为他跟别的女生不一样 别的女生 他会撒脚啥的 他不会 所以你得向别的女生 那方向走是吧 不是 行 因为上下我想也体会一把 就是说让他当一个会撒娇的女朋友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在体验撒娇啊 你没体验让他撒娇啊 反正也是关于我想得到一些那种关怀吧 因为他总是那种凶我放过 我的感觉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喜欢他撒娇吗 简直受不了 那你就跟他撒娇呗 那你就跟他撒娇呗 从小到来性格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就跟个男生一样 其实就是 那就没办法了 你就让人把自己当女生呗 反正挺难做的 挺难做哈 平时我做的也很多 只不过是上海 我做的事在他眼里都微不足道的 你为他做过什么呀 接他上下班 或者说我上街赶送个翻上去 但是他在那里 他都特别感觉我特别小孩 我都多大人了 我用你送翻 我真的是不希望再去我单位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天我本来是监视房 我们前面有广播 喊哪个教练 然后可以去前台 有一天就喊 谁谁谁到前台一趟 我还纳闷谁找我呀 我到前台一看 他穿一个大的裤衩子 过往这上市 穿个大拖鞋来找我 冲着我什么了 过往这上市 就是因为他 他那个就是下楼取块地 把门就是给关上了 没有钥匙 出车打车来找我 要钥匙来了 然后我跟他回家一看 然后那个门口围着都是人 我还纳闷呢 我家间咋的 怎么都是人啊 然后后来才找 把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泡了 墙壁泡了 你说这是大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干嘛了 水龙头没关还是漏水啊 他跟我说在家洗澡 想泡个澡 然后水忘关了 你说正常一个成年人 能干出这事来吗 当时是我正在洗澡 他溜快递 他溜的是我的电话 当时我也没多想 我直接穿上个大裤衩 穿个头鞋 我就下去去去了 顺便把门门都待上了 然后来到家门口一看呢 我没钥匙了 锁这儿了 我就去找他 我感觉妹也要杀 他都感觉着我特别给他丢人 大几啊现在 大二了 大二了啊 还有两年就毕业了是吧 一年大三 你们大专业吗 对 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就是当时是想创业着 他得了吧 明天就想初学 不想上学找借口 说要跟朋友属于创业 想干点小买卖 他现在是不想上了是吧 不想上 一点也不想上 然后那天就 人这失行了 自己偷摸着失行了 然后给我发了个微信 你不是总看不起我吗 你等我创出一番事业来 我回来我 我好让你看看 人消失了 我当时就觉得 这人大没了 是不是让人拐了 本来就智商低 是不是让人拐卖了 我特别着急 然后给他朋友打电话 我说那个这人呢 就挨个招特别着急当时 然后他朋友说 跟我在一起 我当时就放心了 后来我就特别生气 他本来就神志不清 就脑子就不好使 你不能那么说他 还跟人创业去了 你觉得他本来就没受过苦 你受过苦吗 你能干嘛呀 当时他是一个就是说我 说你天天找父母要钱 要不然没事了 你还要花我点 他就感觉特别不满意 我朋友说那个 要出去创个业啥的 有一个已经干了两年了 后来开了个去修小店 然后我现在他找我 也换个轮台啥的 找我一起去跟他 合作一个 再开一个 然后我都去了 他总看不修 我现在给他个惊喜 以后说肯定是也是说 你现在会换轮胎了吗 你会换轮胎了吗 会了 学了三天 会点的 换轮胎这点破事 你学了三天呀 会点的 对 能卸下来了吗 能 能装上去吗 能 然后给我气了 什么也没跟我说 我觉得这根本就 没把我放在心里 然后我就回老家了 回哈尔滨了 然后呢 然后我回来 我看他没带家 我都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咱打也不接 然后后来也是 他有个鬼秘 然后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知道 那个他去哪了吗 他说他回哈尔滨了 然后我就去哈尔滨找他了 什么 等了他一天 然后他才出来的 然后我就说 我这事 我说我想 让咱俩以后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感觉这事 我没做错 你赔了多少钱 他都生气 怎么赔钱了呢 因为 到了几天 都得雷丁过来 又回来了 你干不了那活是吧 对 少爷嘛 赔了多少钱啊 赔了十五万 因为当时 还留有点房租 再假设 孤人 再假设 然后完了 我都不去了嘛 然后他 他都说 那这钱是谁的呢 这钱父母的 你现在是在哈尔滨 还是在 在唐山 你咋又回去了呢 就是还是挺喜欢的 就是还是觉得 他能改变 他老说他能成长 就总相信他 然后相相信他 并没有做到 我现在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就是非常纠结 因为啥 我也想要一种 安全感 因为啥 我从小 就是说 家里都以为 给我点钱 让我去寻找快乐 但是他并不知道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就跟他在一起 就家里给钱给错了 反正也是有 因为我 宁愿他们陪在我身边 我不要这个钱 就爸妈陪伴你 陪伴的很少 对 特别少 然后他们总以为 能让钱 能让我感到快乐 那钱能让你感到快乐吗 感觉不到 都感觉到特别失望 他说打泪 要包包啥的 我并不是害怕打泪 我只是说 想要一个温暖 女生有句话 印象特别深刻 我还是个孩子 我怎么就带了个孩子 我一开始觉得 是一个夸张啊 没想到你还真是 老师们看看 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女孩 当初你跟他 网上认识之后 用了多久的时间 从哈尔滨来到了唐山 大概半年左右的时候 一直在网上聊天 对 你觉得了解他了吗 当时就是 听天还有视频 然后就是总语音电话 当时他特别黏人 一天24小时语音 就是挂着那个语音 但是觉得其实挺了解 就感觉是个特别单纯的孩子 但是就是了解之后 发现他还是一个 特别单纯的一个孩子 就是个孩子 那你这话多矛盾啊 你们两个都存在的问题是 认知的问题 你在认知上的问题是 你的认知特别不同意 你明明知道 聊了半年 他都是一个孩子 他能24小时地黏着你 那说明他就是没有 更多的上进心 去做别的事 你很知道 但你还依然为了 这样一个单纯的孩子 来到了唐山 如果你要认知统一的话 我知道我已经做好准备 我来到了唐山 就要面对这样一个 单纯的孩子 我要给他成长的空间 而你所做的事情是 我知道他不是我来了 我又讨厌他不是 你的这种矛盾 导致你今天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调整 你的认知不统一的问题 你要么调整成 我要的男人 就不是这种孩子气的人 你就不要选他 或者你说 我就喜欢一个男孩子 是单纯的 我愿意承担更多 外面的风雨 你考虑清楚你要什么 你的知情统一了 其实你就不会那么痛苦 而男孩我觉得 你也是认知的问题 你的认知太统一了 你就是个孩子 你既承认自己语言 行动能力上是个孩子 又特别接受自己是个孩子 你明明就应该不是一个孩子啊 一个女孩子当初 因为这段爱情来到了你身边 你就要对这段爱情 对他 对你 对未来负责任 你即便现在表现出来的 你的能力是个孩子 你也要告诉自己 我要长大 给你们的意见就是这些 供你们参考 谢谢 我问你女孩 分得了吗 明明已经回到了哈尔滨 对吧 为什么还要回来 还是喜欢 喜欢的什么 就跟咋起 选长了 舍不得 有多长啊 你们在一起几年 一年多 其实不成 等你再经过几年的风雨之后 你再回想这一年的时间 不成 到底是什么 让你不舍得 为什么眼睛湿润了 你能离开又再次回来 这就是你一份真情的流露 其实有一种对他的不舍 这种不舍 其实难道在日常当中 你帮他去挤牙膏啊 督促他洗澡啊 照顾他 你不快乐吗 其实你也从付出当中 感受到了快乐 我觉得你对他 还是有感情的 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说 他为什么不能迅速地长大 他其实自己也蛮努力的 他背着你铺去去创业 虽然是赔了 但是他想迅速地长大 但他会摔跟头 因为走还没走稳呢 他为什么走不稳呢 是因为有你老在边上 在扶着他 他为什么是一个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知道 他有一个妈呀 所以你如果说 接下来你要迅速地成长的话 你就先把你的妈这个角色 给淡化去掉 让他知道自己必须是努力的 否则你一会儿是妈 一会儿又不满 他可能会做出很多的措施 所以调整一下自己心态 你呢 快长大 想长大 是好的 但是不能盲目地冲动 多听听他的意见 把你的步伐加快 把你的交集的督促呢 放慢一点 也许会好 这边 饲养宠物的人 最大的快乐 不是来源于宠物的可爱 也不是宠物的成长 而是在于 宠物离不开自己 你就很享受 你不管是说他单纯也好 说他不懂事也罢 你所有在责怪他的时候 说他智商不高的时候 其实你的语言当中 都是有宠爱的 我问你 如果这个男生 真的成长起来了 独立起来了 不那么依赖你的时候 你快乐吗 你就愿意养着他 所以你的观念是错误的 小孩的单纯 来源于他不懂成人的事 成人的单纯 来源于他不做坏人的事 而不在于成人 不做成人的事 表面上看上去 这男生很可爱 每次在生活当中说 哎呀下雨了打雷了 我钻你怀里边 躲一躲 没事 我在家打打游戏 买个按摩椅 向家里要点钱 好像这些画面 并没有违和感 但是你想想 另外一幅画面 就是那些啃老的 天天向家里要钱 甚至父母不给 就打父母的那些人 两种行为 没有太大的区别 如果你这么一想 你就会觉得 这种卖萌 是很可耻的 难道他真正不懂得 一个人成人之后 该干什么事吗 他是懂的 但他为什么不去做 除了父母和你的宠爱之外 他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思 其实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不是他离不开你 是你离不开他 所以在最开始我问 如果他真的成长了 可以独当一面了 你快乐吗 你说我不快乐 所以主要原因 是在你这里 我还是更多地劝你 为了这个男人的成长 为了你自己 你今天都应该离开 没有谁是离不开谁 如果他每天要是成长了 真的有一个女生 出现了在他的生命里 向他招手 你多尴尬 当然了 如果你心里愿意爱 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这是我的意见 就这样 特别简单 你们愿意在一起 从我的角度 我觉得你们好好相处 别再闹了 你们不愿意在一起 和平分手 当成一段美好的回忆 所以没什么不哭了 你 赶紧长大 来 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了 你当时从哈尔别 飞过来找我的时候 特别感动 虽然我知道都是说 平时特别小孩 但是说 我也是这样长大 想把你走到最后 你相信我一次 我会成长起来给你看 以后一直走下去 我来想想吧 没话是吧 请亮灯吧 唯有泪千行啊 来 请回吧 谢谢两位 谢谢 来 请关门 接下来就看看 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吧 来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